昆明市盘龙区政府昨天通报,明通小学踩踏事件原因初步查明,五名官员停止检查,两名官员被免职。 经初步调查,事故原因为,学生在通过临时放置于午休宿舍楼一楼单元过道处的海绵垫时发生了跌倒,引发下楼学生相互叠加挤压,导致学生严重伤亡。 经查明,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坚,盘龙区政府副局长陆家,在校园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等问题。 昆明市纪委监察局决定,给予二人停止检查。 盘龙区委研究决定,给予盘龙区教育局局长李谦,盘龙区拓东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主任石玉,明通小学校长李澜停止检查。 缅去盘龙区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李章副局长职务,缅去盘龙区明通小学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杨林副校长职务。 待事故相关情况进一步调查清楚之后,违反党政绩的按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昆明市教育系统26号晚上已经发出紧急通知,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